雷雕跟紫噴的話 講實際話一個就是說 我把形擷取出來 雷雕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的話 形色紫彩 它在色的部分的話 可以利用UV紫噴 把它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跟境界 那以前都是所謂的 手做質感的上色這樣子而已 那其實我對於UV紫噴的印象 還蠻不錯的 那這次的話 是希望以後的 這個應用上面的話 會對於產品的 帶木端售價的價值 會提升更高 這次課程結起來的話 我發現就是說 對於可能想要自己創業的人 這種課程是還蠻有幫助的 因為我裡面慣用的軟體 是INSCAPE的自由軟體 所以說它沒有版權問題 那如果加上 速控的雷射切割跟數位直噴的時候 其實已經可以變成一個 自己自產自下的小空間 所以說這種課程 很適合創業的人 來做一個深度學習這樣子